去年工业和服务业受雇员工每人每月的总薪资 中位数落在40612元 年减了0.59% 这是依照薪资的高低平均分十组的结果 另外有一些很有趣调查发现的现象 不含像是产业别来说 工业的中位数是比服务业还多了有717元 而男性中位数的薪资还比女性多了有6000多块 另外在15到29岁的劳工月平均大约是29000多元 还有另外调查当中也发现 有大约74万多名的劳工月薪不到25000 还蛮惊讶的 我朋友是有在一家小企业的公司上班 她是女生 可是她薪水就可能是23000 24000这样子 4万多应该算合理吧 可能服务业就是企星比较低 听到大概都3万多吧 主机总处最新公布2016年薪资中位数 金额来到40612元 年减0.59% 薪资中位数代表成果一半以上的上班族 月薪在4万元左右 就要104年围减了0.59%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受到我们105年年初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我们的景气比较不是那么状况 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中位数比104年稍微低一点点的一个主要原因 105年总薪资平均数48790元 薪资中位数占平均数83.24% 创进8年新低 然后这个落差显示低薪现象与薪资分布不均有恶化的趋势 另外监督及专计人员总薪资中位数最高来到5.3万 不过非监督人员薪资中位数只有3.5万 另外工业部门是4.8万 服务业大概是4万 也反映到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薪资中位数较高 另外观察两性薪资 女性总薪资中位数37431元 正在逐年小幅攀升 男性落在43955元 比去年下降了0.86% 显示职场上的女性低薪状况正逐渐好转 有好转 就是这几年来我觉得女孩子的薪资已经渐渐可以追上男性 可是我觉得在台湾普遍的男性薪资还是高于女性 主管薪资一定比较高 那现在的话主管阶层还是男生比较多 但是女性主管也越来越多 不惠言就是女性在工作职场上 她薪资感觉上可能受限性别的关系 可能会比较稍微低一点 那其实我之前很多在外商 有点多优秀的女性的同事 各项调查能否真实反映民生 还得留给小市民们治有薪资 但可以确定的是大家都在期待薪资动涨的情形 能有所改善 让民众感受一点小确幸 记得刘文 葛子刚 台北报道 时序进入到了